据参考消息5月28日报道 国际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 于5月26日刊登了 中国国药新冠灭活疫苗三期临床试验结果 结果显示 两针接种后14天 疫苗组的保护效力超过7成 美媒称 这是全球首个正式发表的 新冠灭活疫苗三期临床试验结果 这也是中国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结果的首次发表 国药疫苗在世界各国 收获了良好口碑 28日泰国卫生部门高级官员表示 泰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中国国药集团 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紧急使用 近期多国公布中国新冠疫苗临床使用的最新数据 美西方对中国疫苗安全性有效性的恶意抹黑 屡遭打脸 彭博社指出 中国疫苗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展现出优越的有效性 为接种该疫苗的数十个国家 带来了积极信号 还有美媒报道称 包括国药集团和科兴集团在内的中国疫苗 已成为从匈牙利 塞尔维亚到塞舍尔和壁鲁等 发展中国家疫苗接种的重要支柱 5月初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批准了国药集团的一款新冠疫苗 为中国通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为全球提供更多疫苗铺平的道路 据统计 当前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总量已经超过了15亿剂 中国疫苗的接种数量排名第一 其次才是美国 刘อยquiera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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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krook